好 看到重启和四反来助攻把大选三接 千里公投十报落幕四项公投案全数没有通过 前公共党立委孙大千表示 公投是人民对抗当权者错误政策的唯一武器 那么一旦公投跟大选脱钩 等于是废掉台湾人民的武功 未来当权者就能够任意的见他名义出卖人民 民进党启动了国家机器 滥用政府预算用人民的钱 打压人民表达意见的唯一管道 而且夸张糟糕的是用谎话来催眠跟动员秩序群众 把台湾送进了只有一个颜色 没有是非的民主园域 他说呢台湾人民是这次公投结果最大的牺牲者 而持续再来看到四大公投全部没有过关 投票率满低只有41 前副总统吕秀莲直言说 这是台湾民主的失败 成为两党输非输赢非赢 最输的其实是人民 好 您可以看到呢 在现在绿色的威权是否更强大 在十二个县市四岸全同意 八个县市四岸不同意 新北的部分三个同意 一个不同意 台中的部分一个同意 三个不同意 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现在在这个吕秀莲的部分 他也说了民进党已经背欠民主价值 莫属公投 要为历史来负上责任 我会觉得是台湾民主的失败 第一个有四分之三的人不去投票 第二个国民党跟民进党也都很认知的在推 结果呢双方很近 所以就朝野两党 输非输赢也非赢 最输的是人民 因为这次公投四个主题 非常的严肃 非常的专业 需要履性辨证 但是两党都把它变成政党对决 模糊的交点 去投票的人 只知道要全部同意或全部反对 我觉得这是扭取了公投的意思 当然整个结论 我是会觉得民进党要对历史负责 因为你们没收了公投 这个公投榜大选 是多少前辈牺牲奉献 包括我本人走街头几次而争取得来的 结果 昨天的事实证明 你们不许公投跟选举绑在一起 你们事实上是没收了公投 背叛了民进党 我觉得非常的痛心 我要呼吁我们重新思考 我们还要迷信两党政治吗 我觉得应该三党鼎立 第二个我觉得 你不要以为美国没有看懂我们的民主 我们在民主峰会的表现 我们参与的位阶 其实不要再自我吹嘘 我们要的是真的民主 我们要展现的是善的人文 不要再为善了 我觉得政党太为善了 欢迎回来 四大公投案全部没过关 台北上科问者感叹这一侧公投 让大家看到国家极其毫无节制的动用 在行政资源清洁下 新绿色威权更加强大 面对记者询问只强调 不要老是政党对决 意识形态根本没有解决问题 其实重点不是投票 重点是解决问题 所以投完票问题没有解决还是没有用 不然是操纵蓝绿对决 可是也是国民党自己去怎么讲 有的时候自己投身出来被人家砍 所以常常是不要老是在政党对决意识形态 其实公投题目其实是要讨论的 不管是核电或者是藻礁 这是要讨论 这台湾的能源政策产业政策 这是很严肃的题目要讨论 所以重点不是投票 投完票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我讲过我个人是主张核四任赔杀出 但是如果你核四要退出不盖了 核电要停掉 可是你那个电力的缺口怎么补上去 再生能源2025要达到20% 没那么容易 拜托是哪那么容易 所以还是不要讲空话 到底问题要怎么解决还是要讲 投完票问题有解决吗 不管是藻礁或是核能 这个这个 我是主张核能退场 问题是那个三千亿要怎么结账 想一下 不然台湾就破产了 其实核四 盖也对不盖也对 花了三千亿一度电都没有发 这才是问题 到底to be or not to be 要做个决定 这样突然满一半 钱一直发下去 到底要怎么办 还有一点 你现在 现在核能明明就占台湾发电量12% 你把它停掉 磕压 下一步咧 总要讲 那个台积电很耗电 你现在一个台积电要吃掉5%的电 等到它全部再盖 拜托这个很耗电 你到底要怎么解决吧 所以老公说明年一定缺电 我跟你讲 他也是有算过的 民运能力的何志伟对先前跟重启核四共同领先黄世修 在节目上的口角恩怨决定不提告 当然是黄世修还是继续来反呛何志伟 身为立法委员可以立塔律班玻璃心受伤法 他就可以根据这个玻璃心受伤法 来依法对所有批评他 或者所有用他自己的逻辑打脸他的人 对他提出高速 总说明年一定会缺电 那我认为这也是府院高层那边心知肚明的事实 这一次的藻礁跟核四公投都没有过 所以三接继续盖 核四不能够启用 继续封存 可是三接的电量补不足核四的缺口 而且中南部的空污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 更何况燃气占比过高 还有国安危机的问题 这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多次的强调 所以我觉得服务院高层 他们自己也知道 2025年非核家园 现在只剩4年的时间 但是过去完全执政了5年 那再生能源只增长1% 所以我们供电缺口是非常大的 那现在核四没法启用 核二核三又要陆续的除疫 纵使你三接跟大潭的扩建补进来 还是没有办法满足供电的缺口 所以呢 台湾接下来就要面临非常严重的缺电的问题 我们产业经济的发展都会受到威胁 好看到1218呢 四大公投案全数被否决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最新的民调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第一问题 四大公投的投票结果你满意吗 在完全不满意的部分 来到了63.1% 那非常满意的部分呢 是大概20%左右 所以这样结果不满意的人 是大大的超越了非常满意 再来看到在接下来马上就要登场的 会不会影响到1月9号 在中二选区的补选呢 认为说会有影响的27% 那么还算有影响大概21% 不太有影响大概是23.9%左右 所以在这个部分影响算是呢 跟没有影响没有差距太大 至于会不会影响到1月9号 林长佐的罢免案 那同样非常有影响大概23%左右 那还算有影响大概也是2成 不太有影响大概27% 所以在这个会不会影响到 接下来的罢免或是中二选举的选举 看起来大家认为大概就是 没有差太多的差距 那据说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 在2022的9合1大选 非常有影响有三成 还算有影响大概是2成左右 不太有影响大概是2成 所以呢认为有影响的部分 还是比较大一些有三成以上 而现在针对这样的一个结果 在四大公投案全数被否决 是不是重创了国民党 中广董长赵绍康他有着不一样的看法 他就说其实在这一回 民进党是用了从上到下 全党之力所有的政治资源来阻挡公投 但是呢最终最终 虽然呢是都没有通过 但是也没有跨越25%的门槛 这表示说民进党也没有真的赢 所以他说如果他是蔡英文的话 其实他也会紧张 至于有人提到要找战犯 那么他就认为说找战犯 现在不是重点 因为对于国民党来说 现在只能够是观观难过 观观过 他认为团结才是重点 总统结果对蔡英文来说是2022选前的一大胜利 你认同吗 当然不认同哪有胜利呢 我不讲吗 你票已经少一半了 你蔡英文选总统拿八百多万票 你是不是只有四百万票啊 你少掉一半啊 然后特别是 你也不过就是 你的基本盘 你的基本盘有27% 你才拿到20%的票 我是蔡英文的话 我晚上都会紧张啊 我虽然表面上跟你说 啊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私下回想说啊怎么会这样 怎么开出来票是这样的结果 我们府院党动得这么厉害 我们的资源洒了这么多 对不对 那简直是等于是这个权力在拼 用总统大选的规格来拼 怎么才拼出这样的结果呢 这结果好吗 你们自己想想看 大家自己想想看 开始的时候呢 觉得民调很高 就觉得是民调这么高 一定会赢嘛 怎么样会赢嘛 所以呢 开始的时候呢 可能觉得就是没有用 真的打大选的规格来打 那民进党呢 真的是用打大选的规格来打 所以呢这个规格是完全不同的 下去的资源也是不同的 那结果就是这样子 也就是因为你是靠着 靠着这个议题本身 本身的正当性 议题本身的正当性 就提案的正当性 才会有这个结果 否则的话 你的这个结果都不会有的 以民党那样大军压境 碾压碾殺 现在去找战犯也没什么意思了 那对国民党来讲 你现在就是在野党嘛 那民进党有这么庞大的资源 福怨党等于是全力在动员 他的六个县市场也集中力量 那他有资源 他有团结 所以基本上呢 我讲的 就是说这次公投国民党是输 民进党相对国民党是赢 但是民进党相对他自己 并没有赢 接下来2022、2024 一关一关 对国民党来讲 只有关关难过关关过 也没有气馁的本钱 反正打这个豪汉 打拖牙或血吞 跌倒了再爬起来嘛 一关一关的过了 除非感应该是 有点赢 这辈子 是否见得到 每个人当下 发出的东西 除非理计划 不过有点赢 解识